8月份的娱乐圈可是热闹非凡,有人宣布结婚,有人宣布分手,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,而其中宣布结婚的张新宇,已经霸占这搜好多天。 果然,华铁女心这个头衔不是白给的,从她晒出婚纱照和结婚证的那天起,她和和杰的婚姻,就一直被网友讨论,对比之前的情路。 这一次的张新宇走得倒是很通畅,宣布婚许以来,收到很多圈内好友的祝福,对待婚姻到房的态度,也是让许多网友由黑赚粉。 张新宇和和杰是在神犬骑兵里面相识,二人恋爱也是节目之后,节目结束到现在也不过短短几个月时间竟然就宣布结婚,这不免引起的网友的八卦之心。 这么快就结婚了,莫不是怀孕了,果然,这边网友还在猜测,那边就已经有人开始爆料了,有明明网友爆料说,有女性怀孕的消息,还用了名字的缩写。 而ZXY不正是张新宇的名字缩写吗?另外还有消息称,自己去医院的时候医院偶遇张新宇,说她是孕姐,不过也有人说未必去医院就是孕姐,也有可能看朋友。 而后,为了证实张新宇确实怀孕的消息,还有网友发出她之前送口红的微博,说可能是因为怀孕了不能化妆。 没办法,口红就放肆送了,果然是喜气山深,最近的张新宇不管是出席活动,还是私底下的素颜状态,都是美美的。 如果真的像网友所说的是凤子成婚,那她就是双喜临门了,也祝福她生个健康的小宝宝。